随着主打扮哨声响起 下半场开球的是加拉塔萨雷队 较量已经开始了 他带球直奔对方腹地 机会来了 他面对来球啊没有做任何调整 就直接来了一脚零红抽射 身边的防守队员也没有想到 他会这么处理 还以为他要把球停下以后再射呢 是啊 一次抢断顺利的拿坏了球 能打进这球 缩小分差吧 好球 分差只有一个球了 这个比赛还有得踢啊 门将啊 我觉得要为这个丢球承担主要责任 对方这个进球是门将的一半功劳 对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1 机会非常好啊 卷土重来 这球又进了 这是不可思议 他们本来还落后两球 但几乎是眨眼之间 他们又和对手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这个球的时机真是把握得太好了 我们经常说 不要用脑子踢球 这一次他是这儿八经 用脑子进的球 是啊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2 这球看接下来怎么打 他们又来了 飞兰兰托雷斯 门将把这球拒之门外 不过球还在场上 球进了 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真的打出了一场 今天大逆转 就看他们能不能将这个领先的优势 保持到比赛结束了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3比2 不错 抢到了球权 好球 队友拿到球了 这里可以尝试突破了 桑德罗托纳利 他靠精彩的抢断 夺到了球权 好抢断 球又回到了他们脚下 把球带过去了 单挑门将啊 还有机会 守门员力保成本不知 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啊 门将来了个非真揽月 防守队员成功地阻止了 对方的进攻 你别看这回拿球 好像很容易的样子啊 你得陷入那第一下 才有这第二下 门将拿到球以后 好像如实重负 球丢了 被对手拿到 控球技术不错 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看看能否制造危险啊 可以起脚了 球进了 双方的差距现在是两个球了 担强匹马 杀到对方腹地把球打进 整个过程太精彩了 干净利落 简直不可阻挡啊 双方目前战成了4比2 这个球要丢了 对方的上下非常坚决 看下哈佛茨 他可以尝试摆脱了 球进了 三球领先了 这个球彻底杀死了比赛啊 中场上就要想了 分岔如此悬殊 大家不用再等了 击哈佛茨 防守队员的铲段造成了对方丢球 漂亮 抢到了球权 这样子 阿芳索戴维斯 试误了 传得真是好啊 防守有漏洞 突破 太漂亮了 看看接下来要如何处理 如采明照了 盼了越位 感觉他能多跑几步就不会被吹越位了 可不是吗 比赛还在继续 51分钟 轻松将他拿到 比赛结束了 他们在主场不负众望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如果他们没场比赛